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常哥介绍了 四个蔬菜 造成一个抗岩汤 其中之一就是南瓜 今天就说南瓜的好处 其实南瓜 整个皮 囊 都是宝来的 千万不要扔掉它 它的口感很甜 有绵绵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把它用来做 做菜、煲汤 或者当作煮食 甚至煮粥加进去 都是很欢迎的菜式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很丰富的β胡萝卜素 维生素C、E 有新 是可以清除身体内的自由基 特别对糖尿病患者 是一个很好的优良食品 我们平时一定是批皮 洗干净 然后去锣 去纸 切件来做菜 但是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原来每一样东西我们平时不吃的 都是宝来的 先说南瓜皮 它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 抗物质 这些营养 它的作用是可以强化免疫力 预防感冒 触尽皮肤 和指甲的健康 所以四堡蔬菜 抗岩汤 南瓜 就要保存皮 建议大家 用稀释的 碱水 或者小梳打 溶在水里面 浸洗十多二十分钟 一路洗一路 用刷子 拆掉表皮的髒物 还有浓药 接着用清水洗净 然后连皮切件 保留囊 只拿走核 放在平底锅上 加了酱料 在南瓜肉上 加少许油和水 盖上盖 慢火 蒸煮 就可以很绵 很好吃 至于南瓜籽 它有丰富的身 是保健男性的前涅腺 预防前涅腺癌 很好的食材 而患二型糖尿病的人 身体内 很容易缺乏 尾 Magnesium 而尾 在葡萄糖代謝 和胰島素的敏感性 是很重要的 而南瓜籽 有丰富的尾 所以可以减少糖尿病 葡萄糖不耐症就发生了 我们平时怎么吃的南瓜籽呢 可以把它洗干净后 用烤炉烤烤烤烤烤 去了壳 就可以当小食来食用 或者把它打碎 添到沙律里 也是很配搭的 至于囊 南瓜的种子 和包括种子的囊 在料理的时候 我们时时不吃 但是在一本 代代永流传的 科学养生智慧 那里 他就说 你不可不知的 二十四节气 健康养生经 一本书都提到 南瓜囊里面 所含的Beta胡萝卜素 比南瓜果肉多出五倍 所以我们尽量要保留 希望大家知道之后 以后你吃南瓜 你就不会浪费了 平时你吊吊的营养素 多谢大家收听